大家好,我是老何 今天来喝泰山的烈心二 昨天那款琥珀IPA确实 很一般 按老何的说法来说 基本上算不上是精酿吧 而且它的酒精度确实要比5.2大了很多 我觉得至少应该在7度左右吧 因为喝下去有浓浓的那种 酒精的 很重的感觉 今天来试试这款烈心二 它的酒精度也达到了8度 圆麦之浓度 用红色字体标注出来了一个22度 在国产里头 麦之浓度能够达到22度的啤酒 还是很少见的 来吧 希望这款啤酒能够 有一点点符合我的标准 看看能不能达到吧 容量还是 518毫升的 这个容量其实也挺奇葩的啊 然后 跟那个组合一起买过来的 19.9米 昨天喝了那一款 剩下这款 这次用了稍微大一点的杯子吧 我想 都倒点沫子出来 酒体的颜色还也是呈现了这种琥珀色 泡沫还是很丰富很绵密的啊 当然跟我倒的也有关系啊 先来闻闻香味吧 还是那样 泰山 原浆啤酒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麦香 确实很浓郁 闻起来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 但似乎它把 啤酒花给忘掉了 所以 在 整个 它的系列当中 并没有 突出一款 有 酒花特色的啤酒出来 包括这款 烈杏埃尔也是一样的 第一他们也没有说明用了什么样的一个 啤酒花 第二呢 整体的麦香味啊 会比较突出一点 我觉得它还是 踏踏实实做 它的圆浆才是特色 像 金酿这一块 我觉得还是要 稍微 差的 不适行慢点吧 等到这个时间呢 泡沫已经 消了一部分啊 我先来尝一口 酒精味是很冲的 喝的时候那个鼻腔里头有能够 感觉到很浓的酒精味 入口微甜 麦汁的那种香味还是很浓郁的 入口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也是会偏向于 那种就是 容易入口的感觉 抛去这个 就是酒精感以外啊 入口的感觉还是 可以吧 酒体的厚重感呢 也没有 后边还是 就是延续了前面的麦芽的那种甜味在里面 第二口下去有一点点苦 回味还是那个麦芽的那种微甜的那种感觉 嗯 还可以 在可能气泡消的差不多吧 它的那个酒精的 冲劲就没有那么 明显了 喝起来的会 舒服一点 会感觉好一点 整体来说比昨天那款啤酒 的感觉要好很多 泰山还是适合做它的原浆啤酒 像红漆黄漆 还是不错的 但是对于其他一些系列的这个啤酒真的 没有 表现出它的特征特色出来 还是延续了 过去的那种 一如既往的 麦香突出 然后注重 这个入口的感觉吧 八度的酒精度 八度的酒精度确实不低了 在国产啤酒里头像22的卖之浓度 八度的酒精度 基本上算是很高很高的 所以这样的酒 一定只能卖喝 否则的话 上头以后会很难受的 好了 今天老和 试了 两款 来自泰山的一个 琥珀IP 一个 烈性 整体表现都很一般 当然了 等到我今天再去看的时候 它已经下架了 可能这样的容量 对于这么高的酒精度的可能不太匹配吧 我看还是有 330毫升的 在出售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预告一下 马上要开始做 另外一个系列 就是 来自 3300米 青藏高原的 香格里拉 金酱啤酒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